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是一般员工所使用的费用申请相关的一个功能 首先我们可以在功能数这边找到费用申请相关的功能可以点击进来 如果您没看到的话我们再往上看一下 模组名称这边下拉 找到费用即零用金这边点击进来 那进来之后呢我们在公司账本切换的部分 我们就选择我们现在预处理的公司名称 按确定 那确定完成之后在右上角就会显示我们相关目前要处理账务的公司名称 这边确认无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后续的费用申请的一个处理 那点击功能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费用申请这一块呢 我们其实还分了两块的一个资料处理 一个是费用相关的申请的部分 我们有所谓的请款单的部分就是付款申请 然后还有就是预支占付款申请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如果曾经申请预支占付款完成 且出纳那边完成付款程序的话 我们在下面的一个申请清测的部分会显示相关的一个贵冲销的资料 所以后续如果您需要做后续的报销处理冲销处理的话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边的单号做后续的处理 那另外的话就是零用金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点击零用金做相关的申请 那至于要走零用金还是费用申请这个部分 就请依据各位的一个内规的部分去做点选使用 好那接下来部分呢 我们就会用付款申请做一个范例 那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要做一个填写 信号的部分都是必填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像这样子点击厂商 那如果这边您找不到您的厂商的话 就请查询相关的一个管理人员 请务必完成相关的厂商资料的建立之后 再去做后续的一个申请处理的部分 好厂商名称完成 然后我们一个相关的申请目的备注 都可以简要的一些填写 然后我们的付款相关的一个原因 付款的金额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是后续的部门专案 或说发票的资料都可以点击进来 那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做整合 Biz Phone线上签合的话 那请务必把这个审核过程当中 主管需要看到的附件 用附加档案的方法把它上传上来 那上传之后按确定 那我这边没有上传我就先关闭 好所以这样子确认无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按签合送出 如果您还未填写完毕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 可能不是现在马上就可以完成的话 我们一样可以点选暂存 好我们等下一次进来的时候 找到它再继续完成后续的填写 那像我们这样子确认OK之后 签合送出 那这位关卡的部分 是依据您这张表单 在Biz Phone设计的关卡部分 会去做显示 那因为我们现在测试的部分 只有一关 所以您可能会看到无关或怎么样 就是依据您Biz Phone的关卡流程 那像这样子 设定可能是用选择 或是指定的部分 都是由Biz Phone去做规划的 那这边选择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按确定 那确定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会做签合送出的部分 那这样的话我们下一个关卡的人员 就可以在Biz Phone做后续的一个审查 那他们也会在email里面去搜到相关的通知 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 可能他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 除非您有极箭 极箭还是可以直接找主管 跟他讲说请他马上到系统去审阅 好那相关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费用申请的一个画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哦 我们在这边的其实有所谓的建树的部分 所以像我们审核中的建树 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在这边 那可以进去做一些 这边的编辑的话就不具备编辑的功能 就是单纯的我们进去看一些浏览的一个机制 好那如果需要去做后续的调整的话 那就要请你请现在的关卡做一个推荐的动作 把按键还给您 拧开可以在这边的部分 我们有推荐的部分点击进来 这边的权限 你才有所谓的后续的调整 跟签合送出的一个机制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费用申请的部分 这边的费用申请不吝点赞